曲名 format.com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ichelle朱曼書 歡迎大家收聽我們今天的嘉賓訪談 不過講到名牌 大家一定聽過Burberry 講到Burberry 很多人也會考慮到格仔衣服 或是格仔的手袋 大家有否想過Burberry的化妝品 其實它的化妝品很特別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著名化妝師Nolita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亦都跟我們介紹一下Burberry的化妝品 你好Nol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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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Nolita除了是著名化妝師 亦都是Burberry產品亞洲區的負責人 其實Nolita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是怎樣開始做化妝行業 以及又怎樣做了Burberry亞洲區的負責人 其實我做了化妝師已經做了12年了 Burberry一開始三年前 是我幫她在加拿大開第一個訪問 然後她們一開始做得很好 她越開越多訪問 然後三年後她就叫我 問我可不可以幫她們在加拿大 管她們全部Burberry的訪問 非常簡單 原來這個Burberry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個大的品牌 但是化妝品呢 很多時候我們說到Burberry 都想到她的衣服、袋子 但是化妝品其實 在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化妝品 你覺得Burberry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我們又看不到她的格子 是 我們看到她的什麼特色呢? 她的包裝其實是看到她的格子 看到格子的 看到的 但是她現在Burberry的牌子 根本不是說很閃 不是說很多七彩的顏色 她的化妝品也是一樣 她的顏色是很簡單 尤其是亞洲人 她喜歡化妝是簡單一點的 所以Burberry其實對亞洲人來說 是很對的 是的 其實說到化妝 每年都有不同的潮流 你做這一行做了這麼多年 經常接觸化妝 對那個潮流非常緊貼 其實這幾年 說到化妝的潮流 是流行什麼呢? 現在其實最流行的 就是簡單化妝 而且尤其是冬天 我們穿的衣服多數都是深色 所以唇膏應該鮮艷一點 Burberry最有名的就是紅色 因為它的格子 你看到它有紅色 所以它的唇膏 其實它的紅色是做得很好 很鮮紅 對, 它不會掉 經常不用補妝也行 尤其是亞洲人 有很多時候 那些紅色不敢塗得太深 也不敢塗得太艷 所以Burberry的紅色很適合我們 其實有時候你說得很適合 一個很漂亮的鮮紅色 塗了唇膏 如果塗得好 整個人都很精神 是 說到剛才你有化妝的潮流 你說現在很流行一些很自然的 很自然 就是最好化妝 別人都不太覺得 但我覺得挺難的 因為你又要很自然 但是又要有足夠的遮蓋 可以讓人覺得你的皮膚本來是黃的 但你也蓋起來不會黃的 就是這樣 作為化妝師 你覺得怎麼去… 很難的應該怎麼去克服呢 尤其是冬天是很難做到那些皮膚是很有光澤 所以最重要就是保濕 你用的產品都一定要保濕 還有粉紅帶底 尤其是中國人 我們有時候 感覺是有點黃的 是的 你也可以立刻 弄得我們的皮膚白一點 還有健康 保濕的意思是 我們之前要塗一些霜霜 還是粉底液 還是什麼意思 粉底前 應該有一個步驟 叫Primer 你先塗了 你的妝可以長久一點 還有比較貼 對, 說到這個Primer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因為… 因為每個人… 可能我比較好… 很隨便化妝 很少用這個… 叫做妝前液 是 妝前液其實對我們 有什麼大作用呢 有很多時候 我們皮膚尤其是乾 你有一些… 你感覺上不是很均勻 你塗了Primer上去 你化妝也會均勻一點 你感覺… 你的妝不會太厚 是不是令你比較潤一點 皮膚 潤一點, 而且有光澤 有光澤 是 總之你看上去 你的妝一定不會厚 因為你塗了Primer 你塗的粉底就不需要太多 我明白 而且它對皮膚 其實會不會有一種保護的作用 Burberry那個有 因為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 玫瑰水 玫瑰水對皮膚最好就是…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 有紅色的臉 或者有一點腫 你塗了Primer 其實它可以馬上去 有紅色 哪個是Primer呢 這個 我們可以舉起來 鏡頭可以… 我們… 我們的攝影師可以 展示一下 可以看到 但這個其實就是 剛才你說的妝前液 是, 這個是我們 Burberry最有名的產品 但它看起來有顏色的 是否已經有粉底 是, 沒有粉底 有一點粉紅色 如果我現在給你感覺上 是好像水一樣 好像水一樣 是很薄的 對, 即是很稀 是很稀 其實一個噴面可以塗整個面 是嗎? 一個噴面可以塗整個面 對, 塗整個面 剛才你說先塗了妝前液 是 然後呢 我們… 粉底 粉底 其實Burberry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有什麼特別呢? Burberry的粉底 尤其是對亞洲人 它的底色不太紅 所以塗上去 不會有灰灰的感覺 它有一點點大黃 所以塗上去是很紫的 那這裡有沒有一個產品 給我們看到呢? 沒有 我今天沒有帶來 但你去我們任何一個產品 可以看到 說到剛才化妝的潮流 還有呢 其實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看到你說好像有很多紅 是 其實Burberry的紅 我們看化妝品的紅 都有很多不同的紅 是 那你覺得它的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最有名的就是 我們的紅是大藍 大藍的? 大藍 看出來是一個很傳統的紅色 其實在化妝品來說是最難做的 所以塗上去 它又是不用很多 已經很出色 所以 尤其是我們塗紅色的唇膏 就是唇彩 我們有時候塗紅色的任何 總之唇膏、唇彩 塗上去很多時候 看上去做到那些牙很黃 我們Burberry的紅色是真的可以 看上去做到那些膚色白一點 還有那些牙也比較白一點 所以對我們東方人來說就比較適合 因為它帶了一些藍藍的紅 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是的 現在其實很多我們女性 現代的女性都非常繁忙 多數要兼顧家庭 又要兼顧事業 還要裝美 所以時間很緊迫 那些化妝品呢 如果適合我們工作型的女性 可以省時間 快脆一點 這樣就好了 Burberry有沒有呢? 有,其實最重要我們女士應該畫眉 塗一點點胭脂、塗唇膏和睫毛液 因為我們亞洲人的輪廓 沒有外國人那麼… 那麼深 那麼深,眼睛也沒有那麼大 有時候我們覺得 你塗了睫毛液,眼睛會馬上開 所以尤其是唇膏 你塗了一點點唇膏、塗了一點點胭脂 你的樣子會馬上更精神 所以你覺得幾樣東西已經比較… 對,尤其是這種產品可以塗… 這是什麼呢? 塗胭脂和塗唇 兩樣一起都可以用 所以… 胭脂和唇都可以一起用嗎? 對,可以一起用 你塗… 那不需要塗兩樣吧? 不用 一樣東西可以當成唇膏 可以當成胭脂 對,所以如果你真的早上 只有五分鐘 這個產品其實很方便 對 另一樣東西就是睫毛液 我們最重要是塗… 尤其是亞洲人 最重要是塗上面的睫毛液 睫毛 因為我們的眼睛會馬上開 塗上來 塗睫毛液,是 好 最後就是塗眼眉 畫了頭眉 你的樣子會馬上突出 精神分 很多 是 這些就是一個簡單的 手袋裡面 只是剛才袋幾樣東西就完成了 對,或者你不需要袋 你也不需要補妝 因為Burberry的產品 是不會掉 對,其實有時候我們化妝 是否一定要用掃 還有用海綿呢 需要不需要 其實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是流行塗 化妝不能化 你想塗得有淺 但是又長久的 掃真的可以幫你 把產品做得均勻一點 是嗎? 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因為平時我覺得很隨便 原來加多些功夫 他常常說要加掃 或者加妝前液 妝就會漂亮很多 是 其實是早上浪費多30秒 已經分別很大 是 譬如你說整個過程 就跟他說一次最簡單的 起床 首先我們的臉要塗什麼 然後塗什麼化妝呢? 你起床最重要是洗臉 塗了臉身之後 塗打底液 打底液 然後很少的粉底 Liquid foundation 滑眉 折毛液 胭脂唇膏 你可以出門口 大概要多少時間呢? 五至十分鐘 一定可以出門口 其實這個化妝 每個女士真的要學一學 是 還有今天 Nolita也介紹到 Burber 原來適合我們東方人的皮膚 如果大家喜歡買Burber 這些化妝品 其實在加拿大來說 什麼地方買得到? 是否一定要去它的專門店? 不需要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有它的產品 如果在溫哥華 就是Nordstrom 卡加利亞是Nordstrom 在多倫多 就是The Bay Nordstrom 以及Sephora都可以買到 是 那其實呢 接下來已經是 今年已經是新的一年了 Nolita 你作為這麼多年的化妝師 你覺得 你未來有沒有什麼目標 大計? 暫時都沒有 我想現在Burber的進展 都會越開越多 所以… 主力都是放在Burber的上面 是 所以應該都會很忙 這年是Burber的 除了這些產品 是否還有很多其他化妝品的產品? 是有很多化妝品 但這也是主要的? 是 因為尤其是亞洲人 他不喜歡化妝用的產品多 所以我這次戴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 但眼影好像很淺色 是粉紅的 其實現在我們中國人最流行就是… 用粉紅? 用粉紅 還有一點帶紫色 因為塗出來的樣子精神很多 好了, 今天很感謝 你有Burber化妝品 亞洲區的負責Nolita 上來介紹這麼漂亮的化妝品 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了解更多詳情 也可以在螢光幕 看到Nolita的聯絡電話 和電郵, 是嗎? 是 今天再次感謝Nolita 謝謝 謝謝… 生年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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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